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传统木座 并从中获得兴趣 花林圣能工特别携手 花莲县鲁班记忆推广协会 从11号开始一连举办围棋14天的木座讲座 以及鲁班所组合竞赛 希望能够借此推动木座教学 并且提升花莲县的木裔产业 木棍上简单几个结构 就能将彼此牢固的拴在一起 但许多人拆开后却装不回去 让人伤透脑筋 这个装置就叫鲁班所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传统木座 并从中获得兴趣 花莲生能工特别携手 花莲县鲁班记忆推广协会 从11号开始一连举办围棋14天的 木座讲座及鲁班所组合竞赛 借以达到这个推广木座的一个传承 我们希望从国小国中高中大专 一起来做这个推广协会的动作 把我们的基础文化 从国小就开始扎根 将来也可以成为 我们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的资助 针对这一次参加的学校 虽然不是很多 不过我们相信第一届 我们把这个办的成功以后 明年我们再继续办的时候 会有非常多的学校来做这个参加的动作 来建议推广我们学校 这个木座大家的一个兴趣 鲁班所是利用中国古代建筑 传统的水某结构所搭建 推广协会理事长吕绿军 也希望借由活动办理 吸引更多新一代青年 从小培养传统记忆文化 乡下扎根 并将从事建筑 土木等行业的工匠精神得以传承 而活动最终的优胜者 也将会在10月24号 花莲圣能工22周年 公庆时举行颁奖仪式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一同前往共享盛举 记者徐立芹 吉恩相报导